祝你會開始我們進入今年的四季祭祈 今天是第一個四季祭祈的第一個主人 今天的三天讀記 有著緊密的關聯 福音說是三季祭耶穌三季祭祈 摩佑在讀經一說完就受到憂惑犯下怨罪 祝你就是把兩個事件連接 連接一起 因為燃走我們進入最好的世界 但是耶穌的女人 重新收好我們和天主的關係 今晚我們聽到的福音去說 耶穌 耶穌上世後 聖神帶祂去沙漠 在那裡祂面對憂惑 耶穌自救人永遠的霉身感 是生日、事實的感性 他一個人是荒野的地方 沒有東西吃當然是肌餓 實體動二致動軟弱的時候 是成人最容易攻擊的機會 看見耶穌的衣服 看見耶穌三季祭祈 經聞愛慌 你如果是天主旨 就你的身心得見證秉白 通常在我們生活中 憂鬱是時時都好 埋葬成為是好事 令人覺得有一些好處 沒有人會特地選擇去做錯事 好像是不認識的人 來過曠野的時候 天主用溫暖萬能 養活他們 那這個時候對耶穌來說 是不是好的機會 證明祂是真的天主子 但是耶穌的反應 是不只用自己的話 祂恩勇教育經文 人生活不但靠食物 生活即是 生活真正的喜樂 每日靠滿足到物質的需要 或者擁有很多東西 更要能夠清晨天主 透明耶穌 帶領我們生活的指引 如果耶穌在身後 祝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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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 我问他,你以为我是天主子,就跳下去。 在第二次耶稣远言出他信是天主。 我将食头吃完饼,现在就一次有机会证明他的信不得。 事实者都像耶稣那样,一用圣经的话, 他为你吩咐要自己的天字,用手透震你, 免得你的脚和脚步在食头上。 其实,天主圣诺对圣诺,他对人的照顾是我们正常生活的过程。 不过他没有答应过,如果我们做一些不合理的事, 就会以超自然的能力去干预。 而耶稣记得更好,地不可使得尚是全体的天主。 因为真信就是会完全信任, 不會是有人去尊嚴證明 前兩次的試騰不成功之後 試騰者又大意收到很高的心情 給他看盡洗洗手錶的範圍 因為手錶也會是手錶 如果他向他下個前半 試騰者將全世界交避耶穌 而試騰者跟著耶穌要將自己交避魔鬼 耶穌應決拒絕拒絕 驚慌知可怕神得 可樂耶穌都會說 人愛贈得了全世界 腳本想要自己拿另外 為他有所避書 在耶稣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真实见到多次试谈 耶稣有两次 用几条鱼捣一些面包 领导很多人吃饱 但他不是为自己 是一位为某饥饱的人 其中一路争备奇迹之后 一班人想耶稣做他们的王 但耶稣逃走山上去天主祈祷 另外当我们的新人 叫耶稣为他们看征兆 他拒准拒住感受 他说唯一只有一个证兆 会是他自己的死亡服务 当他在甲乡历的担业里面 他祈祷希望得以后面恐怖的苦能 但是他最后都坚持接受天赋的主意 但他最后都坚持接受天赋的主意 耶稣尽我尽量抗赢之前 天赋飘明说 即使我的孩子 我所弃定 坚持耶稣的三位摩扬 就一次表现出耶稣真正天主自己的生法 如果我们都相信天主 祂的道路是唯一带祢专属 还有我们每个人道德生命永远不会结束 所有我们未被摩开的情况 我们要丰身和耶稣一起 走这个有适合的人生旅程 向神當中 尤其是這個社群旗 我們也要過這段時間 自主祈禱受制和一些愛得的工作 來加強我們順帶的精神 生命